西川主刘备验驾了 他儿子长子刘禅登基了 这消息就传到洛阳来 魏主曹丕这么一听是喜出望外 哎呦 萧雄刘备死了 太好了 他立刻是大剧文武 干什么呀 和大伙在块商量商量 说我想趁着这个机会 兵取西蜀 就把刘禅灭了生秦诸葛亮 回过头来再打江东 寡人我要一统天下 不知列宫意下如何 把他这想法说出来 大伙一听都不言喻了 怎么回事呢 心里全犯河去了 哎呦 万岁要起兵打西川 是不是识话啊 咱们应该给出个什么主意啊 是统议他打呀 还是劝阻他最好别发兵 这时候贾许就说了话了 说万岁 您可不能起兵去打西川 不是识话 虽然刘备死了 我听说刘备 并在永安宫白地城的时候 他召见了诸葛亮 一定脱孤于诸葛孔明啊 诸葛亮感念刘备 对他的三顾之恩和脱孤之情 他必然竭尽全力 保着刘产 别看刘产年纪不大 您也别看刘备和江东一战 大战一灵 大伤元气 他败的那么惨 但是诸葛亮很有办法 我说现在是不应该发兵 曹丕看了看 这两边的文武新说怎么样啊 你们都同意假许这说法吗 有同意的大部分 可也有不同意的 这时候有一人抢步出班 上前十里 晚岁 您这个主张是对的 现在不出兵取西川 是更待何时 大家这么一听又何 这是谁啊 敢当着皇帝的面 出头来反对贾许 那贾许是重臣啊 大家伙儿这么一看说话的这位啊 嗯 也就得他出来反对 咱们人家有这个份 有这资格 感情是司马懿 司马懿一番话说的 曹丕是非常高兴啊 哎呀呀 老爱卿 你说寡人 我这时候出兵是对的 万岁 您想的太及时了 这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啊 老爱卿啊 以你之鉴 该怎么样去取西川呢 万岁 您可以派出五路人吗 兵分五路 去取西蜀 西蜀成都 咱们是唾手可得 必然能把刘禅灭了 而且是生秦诸葛亮 哎呀呀 老爱卿你尽前来讲话 寡人 我应该怎么样发这五路人马呢 万岁容饼 司马懿可真有道德啊 他站着曹丕跟前是慷慨陈词 汤汤汤 咱们一翻晃 就把在殿上的文武都给说呆了 有好多人暗暗竖起大指 赞美司马懿 瞧瞧 人家想的多周到 司马懿给曹丕出了个什么主意 是怎么个五路人马呀 司马懿告诉曹丕 您现在应该派出几路使臣 第一路 应该先派人到辽东仙卑国去见国王科比能 让他起枪兵十万兵取西平关 这算是第一路 第二路使臣 让他去见南蛮王孟霍 请孟霍领南兵十万攻打一州 这算是第二路人马 第三路使臣 您得派一个能说会道的人去奔东吴 入吴修好 怎么叫入吴修好呢 不是这刘备领兵发江东的时候 孙权向您求过救吗 在您跟前撑过臣吗 您也封了孙权为吴王 但是您没出兵 不出兵 这本来就不对 可您呢 趁人之危 您还派兵去打人家江东 现在把孙权给得罪了 所以您得派一个会说的说客 到那去游说孙权 跟他好好说说 让他别寄钱筹 然后呢 您可以让孙权领人马 攻打两川峡口 这算是第三路人马 第四路 您派一人去见上庸的孟达 让孟达领兵十万去取汉中 随后您再传指 让大将军曹真败为都督 让曹真一路狭四路 五路祖都督 让他当这个总元帅 领兵十万兵出阳平关 去取他的西川 分兵五路 是各有各的打法 诸克亮他再有本领 他也敌敌不了 因为这叫四面八方一起来 西蜀总共他还趁多少人马呀 没有多少兵将 只要是这么样一打 是西蜀可破 流产孔明可勤 为什么我要给您出主意 派这么些路人马呢 就是光凭咱们自己这些军马呀 打不了西川 咱们得有点借用的力量 同时呢 您派出去的使臣 尤其是去到江东的使臣 不仅这人能说会道 当着孙权解释了这个前嫌 同时您还得答应割地 就是给孙权好处 不单是孙权 包括那个戈比能 以及那孟户 全都得这么答应他 这叫人见利而不见害 鱼见石而不见钩啊 一有好处 他就要往上上了 等把西川灭了 江东得过来之后 万岁您可以再跟他们反目 给你什么地方 让你回那原地就不错了 你给我回去待着去吧 他谁也不敢怎么样您了 特别是其中这孟达 孟达是刘备的人 他算是个降将 现在正要巴不得 找一个立功的机会 您给他这么一个好时机 他会破除性命去 为您去攻去打呀 为什么让曹真为总督督呢 那就不言而喻了 曹真那是您的新夫人 意思就是说 那是你们家里的人 说只有他才能一路侠五路 如果真的把使臣 这样派出去的话 确实这几路人哪 都能发动起来 西川指日可破 司马仪这番话 铿锵有力 支地有声 每个字摔在地上 都当狼一家伙 大伙咱们一听 那就全服了 这番话说得曹丕 哈哈大笑 哎呀 老爱卿 这是一番忠言提醒了寡人 我要亲自为史修书 我亲自挑选人 谁当这使臣 另外我给这几路人马呀 那总头领都写封书信 您别看 这位曹丕 在政治军事学生 他稍差一点 可是他很有文采 哎呀 写出那书信来 写得非常漂亮 特别流畅 让你这么一看 你就越越欲试 不用答应你好处 不用许给你割地 给你多少块地盘 你就愿意出兵 人家曹丕就有这本事 这书信就发下去了 使臣 打马扬鞭 各奔各的地方 哎呦 为国这一番安排 你要知道 在洛阳这也有西川的探报 前文书咱们就说过 江东那会儿 有西蜀和卫国的人 卫国这也有江东和西蜀的人 西蜀那也有江东和卫国的人 哪都有自己的耳目 那探报就报尽了程度 先报给丞相诸葛亮 后报于那位后主刘禅 可把刘禅给吓坏了 怎么呢 您想啊 他今年才十七 他哪经过这个呀 什么 早批已经派出五路大军 各路人马最少不下十万 那就是五十万 五十万人马来打我的西川 哎呀 这西川不完了吗 这啊 这怎么办呢 是刘禅奇怪的事 这么紧张 我这位相父怎么没来啊 相父是谁 诸葛亮啊 要知道 刘备临终的时候 有一诏诏书上说得很清楚啊 让刘禅哪 当父亲一样看待诸葛亮 就像 看待他刘备那么看 所以刘禅称诸葛亮为相父 这相父怎么没露面啊 快 快去请 派人去请诸葛亮 去的快回来这也快 哎呀 七宗万岁 丞相病了 啊 刘禅一听差点 也椅子上蹦起来 怎么 什么时候您病啊 怎么早不病 晚不病 咱这时候病了 哎 我来问你 相父 所染何疾啊 他得的是什么病啊 这使臣一听 我也没瞧见丞相啊 因为什么呢 到大门口那 他不让我进去 就告诉我说 丞相病了 你回去吧 我就这么就回来了 我都 刘禅这气 非误 晚岁 把这吓得扑通一下跪下 当时就得跪下 啊 那是皇上 皇上一瞪眼 那还了得 哪有站在那 跟皇上穷对付的 哎 你让什么呀 你 瞪什么眼 哪敢这么问 这么问就寡了 吓得像提门碎米似的 那磕头啊 刘禅气得站起来 只打磨磨 你磕头 不管什么呀 我问你为什么不进门 为什么不看看我家相父得的是什么病 就在这十姐旁边过来俩人 万岁息怒 万岁息怒 刘禅一看 是皇门侍郎董允和建仪大夫杜琼 哎呀 二位 你看 这个废物 我让他去趟白去了 不要紧 万岁 您不必动怒 不必着急 微臣不才 前往相扶 探问探问 丞相得的是什么病 回来 奏鸣万岁 有劳二位 越快越好 遵旨 董允和杜琼啊 二位骑着马 就搬相府来 俩人走一道 研究了一道 研究什么呀 东先生 咱们丞相 知不知道曹丕派五路人马 要攻打三的西蜀 哎 他怎么能不知道 我说呀 还是丞相先知道 丞相知道了 怎么没能亲自来 禀明万岁这个事 让万岁派人到府下去 而且还没见着面 还不让进门 这是怎么回事 不清楚 咱们到那再说吧 二位老远 在相府门前下了马了 把马交给了从人 东允呢 胆了胆身上的尘土 往门口这一站 轻轻弹索一声 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给里边打个知会 告诉你门口有人 请出来一下 果然 尤打里边出了一位管家 站在这儿打量打量 董允和杜琼 哦 二位先生 您有什么事吗 哦 有劳管家 回禀丞相 就说门外 有黄门侍郎 董允建一代夫 杜琼 奉旨 来求见 丞相 把奉旨俩字 说的前面 意思我们不是私人拜访 是黄帝 是黄帝叫我们来的 哦 这管家一听点了点头 二位是奉黄命 来到府中见我家丞相 正是 对不住 二位 我家丞相病了 一律不见客人 请看 说着他用手 这么一指 呦 董允和杜琼 这才看见 感情在这相府门的右侧 角那儿啊 立着一牌子 回避牌 这是不见客人的意思 你们应该一看那牌子 自动就得走 就不应该来叫门 肯定二位已经来了 怎么办 我就提醒你一声 瞧见了没有 董允一看 这怎么办呢 他看了看杜琼 那意思 咱就这么回去啊 万岁急成那样了 刚才发那么大脾气 急得满屋只打转转 咱俩是自己讨命来的 结果到这儿 就这么就回去了 不行 杜琼啊 冲着董允地的眼色 轻轻摆了摆手 那意思 别看那牌子 他挂他的 咱们啊 该进去得进去 董允一想对 哼 我知道 在向门前七品官呢 这位管家 这份不小啊 但是不管你多大 你可要知道 我是黄门侍郎 董允想在这儿 把凶竹一挺 手望后一背 哟 这管家一看怎么了 怎么卖份儿呢 哼什么呀 管家 方才我们已经跟你说过 我们是奉皇命而来 万岁有止 我们今天无论如何 得见丞相 有劳你 到里面回禀一声 休得 大骂 说到这儿 董允刷 用手一脸胡须 把眼睛子密密封 嘴撇 本儿 把那脸扛起来了 嗯 杜琼一想 对 就得这样 杜琼啊 也不看那管家了 我们不跟你这么嘻嘻哈哈了 到里边告诉我 戴慢不行 拜登点 这管家一瞧 麻烦了 要不给个回话 这二位不能走啊 不能走 可我也不敢进去见丞相 丞相有话呀 管家想了想 眼珠一转 这管家不愧是诸葛亮丞相府的管家 倒是有点道德 他冲这二位先生一笑 哦 您二位今天一定得见我家丞相 不错 正是 那好 您二位就这儿耗着吧 说完了 他一退身 退进大门来 进了门槛一回手 叮光 把大门插上了 呀呀呀呀 东允杜琼一瞧好啊 这叫闭门庚啊 怎么办呢 咱跟他耗了 就这儿耗着 你不是不见吗 我们不走 来 看座位 之后 手下人一听 这在相府门前哪给您找座位去 四歪一学嘛 行 那儿有俩卖超手的 超手 馄饨啊 干脆跟馄饨条那儿借俩椅子 得了 您凑合这儿坐着吧 这二位往那儿一坐 光这儿坐着也不行 不吃不喝 光这儿静坐啊 坐的都傻乎歪了 东允跟杜琼一商量 咱俩 咱俩回去得了 俩人走了 走了得想个主意 回去怎么回复 这皇帝 那你得说一声 俩人硬着头皮 来见后主流禅 说城乡确实是病了 病得还很重 这俩这不胡说吗 也难怪 怎么 你自己说的你病了 世人都不见 你这不是一般的伤风感冒 那要是小子小病的 真隔着去两个大臣 你能不见个面吗 可不我们就得说你病重 哎呦 这一说 刘长可真吃了精 这还了得 看来相父病得很重 你们要去探望探望 随着这一声指一下 文武百官 络绎不绝 来相府问病 你这么说吧 这诸葛亮 成相府门前 大忙了三天 干嘛 全是来看病的 有逼了礼物来的 有拿着保养营养药的 不管谁来 谁也进不去 这次相府门前 还不像前几天了呢 素素精心的 你一叫门出来个管家 这回好 拍了好多武士 好几十人 横刀而立 剑隔长矛 好吗 加上喂对了 怕什么呀 怕你硬往里闯 干脆 就是不见 就让丞相静静地 养这么几天 就行了 这几天时间过去了 每次回来见刘禅 都这么说 一个能进的 去门的都没有 刘禅可真是要哭了 哎呀 看来寡人的医术 休矣 我这地方算完了 相府 他不让进门 我家相府得了什么病 他也不告诉我们一声 看来他这是袖手旁观 不管了 这可怎么办 有人给他出主意 万岁 您跟皇太后说说吧 问问太后 他老人家 有没有什么办法 能不能下个诏书 召见召见这位诸葛丞相 只好如此 刘禅带着一部分文武 来到后宫见太后 他跪倒在太后的面前 哭诉了这番经过 老太后大吃一惊 哎呀 丞相这是怎么了 到底是真病还是假病 眼看西川危急到如此地步 丞相怎么能够脱病不出呢 哎呀呀 这便如何是好 来来来 带我亲自到相府 问一问丞相得的是什么病 如果真有病 那没办法 人吃五骨砸粮 天在病业 那谁避免得了 但是您不管是什么病 您得给个面见 得说几句话呀 因为什么呢 现在您可不是一般的丞相 这么说得 虽然有皇帝流产 可是稀数这会儿的 君政财文 民事诉讼 义英等相 全归诸葛亮管 您这说病谁说得了 如果要没病 太后心想诸葛亮 那我可就得要问问你了 你有父先帝脱孤之情 刘备白托付你了 合着你全忘了 这不欺负我们母子吗 吩咐其将 手下的大臣一看慢来 我看太后您就不必去了 不必惊动您的打架了 怎么办 如果要去 是不是让万岁亲自去一趟 到乡府 看看丞相是什么病情 是怎么回事 如果万岁去 丞相还不予见面 那么太后您呢 也不必亲自去 您就坐在太庙之中 召见孔明 在太庙里 见进诸葛丞相 有什么话您问不了他呀 太后含着泪点了点头啊 嗯 爱卿们说的对啊 那皇儿你就去一趟吧 遵旨 刘缠 领旨之后收拾了一下 吩咐 摆驾 率领着满朝文武 皇帝亲自到城相府探病 或 尤大皇宫奔相府 这条街就静了街了 静街 那当然 皇帝出来了 黄土电到净水泼街 各个家门前 铺户门口全都涉摆相案 焚香 玉林军呢 由大皇宫攻门这儿 一直的站着相府的门口 今日的这个气氛与往日大不相同 皇帝刘缠 乘着撵车 带领着文武 来到相府的门前 相府门前 管家和那些门卫 这么一看 全吓傻了 皇上来了 还敢站在那儿 持己而立 舔胸蝶肚 撇儿辣嘴啊 不行了 怎么办 全趴下吧 趴下干嘛 就是全跪下 把刀枪一放 劈出路 全都跪那了 刘缠吩咐一声 停车 怎么 别看我是皇帝 我也不能把链车坐在相府的门口 因为这位丞相啊 是相父 父者 爹爷 干脆 谁也惹不起 老早下去 他下了点车 亲自到门口这儿了 哎 这倒好 咱们 感情这诸葛亮丞相府的人啊 也是看人下菜碟 你说怪不怪 满朝文武 甭管谁来 都挡教 唯独皇上来了 没有一个敢上前拦住 嘿 你干嘛你 看丞相不行 病着呢 没有敢言语的 趴在那儿的那些人啊 连头都不敢抬呀 一个个大了的眼皮 就瞅着那土地 忍着在那儿 没敢言语的 皇上可倒好 大不大样进来了 中文武一看怎么样 万岁进去了 咱们也跟着进去吧 咱进去能让进去吗 嗨 前面不是有皇上领的头呢吗 咱们悄悄的 顺两边 溜吧 往里 全都进来了 你别看这么多人进相府了 一个让的也没有 这是什么时刻呀 再说 您没瞧着谁带队吗 皇帝在前面里面 后边乱嚷嚷 这能行不着 刘禅进来了一看 这倒好啊 怎么 相府里甭管男女 谁见着刘禅 谁就赶快跪倒 跪在那儿 也不敢抬头 也不敢起来 可也没人理他 这滋味也不好受 怎么 这进来得有个说话的呀 是问我干嘛来的 怎么回事 全都趴地不言喻 你说这怎么算的 这个 刘禅叫起一个来 嘿嘿 起来起来 这一听 赶快站起来 怎么 皇帝说话 好吗 言随指出 每说一句话 就是一道旨意 那不起来得行吗 吓得直哆嗦 刘禅告诉他 你甭害怕 刘禅心里说 我比你害怕呢 我这咬着牙子 强扎着的 因为什么 我怕来这儿的相府 到这儿 这丞相不见我 我也紧张 你看你还吓成这样 我问问你 丞相安在 这人一听 吓得没敢言语 用手 往后边指 哦 刘禅明白了 在后边呢 他抢步向前 大不留心往后走 连过三道锤火门 刘禅举目这么一看 啊 当时他就愣了 怎么了 他看 在池塘边站立 一人正是丞相诸葛亮 在哪儿背一手 我 我 你 嗯?